李女士动情地表示 她对婆婆竭尽所能 做了所有她能做的一切 可是田先生却面臣似水 她说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 因为接下来 对于母亲的葬礼 妻子就做了一件 令所有人情感上 都不能接受的事情 我认为这是应该去 我很介意 我没去的原因是啥吧 那个浙江那个时候 我们做生意啊 那个进的货是很多的 那个东西在那里放着 没办法都离开 再加上孩子那个时候 是请不掉假的 你不同意啊 你去给儿子请假 你请掉了没有 我不同意吗 我根本就没有去学校 她是极力反对 她生气起来很严重 生气到脚手抽筋 那种状态 我很害怕看到那种状态 她是那么激烈地反对 儿子跟你回去参加 奶奶的葬礼的 对 是 我也反对 因为我儿子从出生 到长这么大吧 就给她奶奶就是 没有那种什么 祖辈之间的什么那些 没得到奶奶的照顾 对 我我已经无愧了 她一辈子都没管过 我什么事 一分钱的东西 我又没站在家里 什么东西 这个葬礼钱我也出了 我觉得我尽心了